忘记来到文全理想世界 去美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有很多点点滴滴 想和大家分享 那我大概会想要在每一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一集 然后其他几集就播放音乐 要不然大家光听我每天讲每天讲 第一个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厌烦 第二个是你们觉得太好听了 全部都跑到BOSS 就没有人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只好让你一个礼拜听一次 另外几天呢 欣赏一下我们的音乐 我的人故事呢 等我把到Boston的事情 从我都说完了以后 我们会开始说 第一个叫J.F. Kennedy 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他一直被认为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总统之一 可是你知道吗 他的祖父是爱尔兰的难民 当时爱尔兰发生了 马铃薯饥荒的事件 马铃薯呢本身出现了毒 所以整个马铃薯全部都没有办法 拿来变成主食 那爱尔兰人是以马铃薯为主食的 那那个整个马铃薯呢 也都通通都没有办法 就是本来好大的一块马铃薯 就变成小小一个 或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耕作 这时候爱尔兰爆发了 饥荒死了将近一百万人 在那个时间点 Jeff Kennedy的祖父勇敢地从爱尔兰搭了船 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 在波士顿这里 爱尔兰人受尽了歧视 受尽了虐待 他的祖父是一个乞丐 你可以想象一个乞丐 他会想到他的孙子变成美国总统吗 不要说你的出身体 你要问为什么 Kennedy后来常常有一句话 是最多人引用的 就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but ask 你要问你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什么 不要问你的家事可以为你做什么 问你可以为你自己的人生创造什么 他的爸爸和他两个人 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们出身其实是很低的 可是他爸爸改变了Kennedy家族的命运 然后他才创造了高峰 我以后会讲J.F.Kennedy 他们的家族故事的时候 你会非常惊讶 美国被认为很像最贵族的第一家庭 原来他的祖父是一个乞丐 在波士顿街头乞讨 这是他人生的开始 那先给大家吊一下胃口 然后呢 但是回来讲我的Boston之心 我在每一周找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回来 下个礼拜才告诉大家 我不断地在今天卖关子 我要先谈的是 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在那个地方意外地当访问学者 那过去呢 我从来24年回台湾来 我连生病连住院 几乎都没有请过假 只有这次开费性爱道的时候 不得已躺在医院 只好请了两个礼拜假 可是我这两个礼拜照常分稿子 所以我是请没有坐在那里主持的假 节目的内容 还是我分的稿子 所以还涉及到一部分的人 production的制作的角色 那我去美国呢 一方面在那里当访问学者 一方面也在MIT里头 录制节目 在美国的时刻 那对我来讲是太奢侈的一个月 因为要录制节目的关系 所以我以前都觉得太麻烦人了 所以大概出去 匆匆忙忙的 就两个礼拜顶多就回来 而且去的时刻都不是去度假 都是一边工作 一边偶尔走马看话 看一些事情 最近我在换手机 然后才开始看看照片 说我的天哪 我在2016年 像拼命赛亮一样工作 一夜出去 三夜出去 五夜出去 七夜出去 九夜出去 哎呀 可怜我的中网的听众 到底是怎么忍耐我的 因为我只要出去 大家知道已经路过的 那回来谈一下 我在MARCLE学院 可以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所以没有带一个学期 就是因为我知道 他对电视台的负荷量太大 那他们成全了我 我不好意思带太久 因为他们得派一个群团队去 那就是很高的出差费用 Boston呢 贵的不得了 那很高的出差费用里头 住为了要便宜 他们就住 我住的地方要40分钟 因为这个城里头 任何一个房子 再烂呢 也是四五百块钱一个晚上 我以为我住到什么厄房工 这个是许清川教授讲的 他儿子自己在哈佛读书嘛 他就问我说 你的房子找好了没有 我说订好了饭店 总共多少钱 他说我的天啊 你去住厄房工啊 喜华青池啊 我就跟他说 Boston所有的旅馆都是这么贵 因为这个城市就是生物科技跟robot 都是机器人的重镇啊 那我到了那里去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去住 Mannoy Oriental 有时候我对那里已经很熟悉 我住过好几个旅馆 Boston的经济呢 是从本来很不好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刻到Boston去 他就除了哈佛大学 MIT这些学术的交流之外 那个整个城市就垮掉了 因为他以前就是造产业 相关的其他产业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后来呢 突然突入起来的大数据 基因图谱生物科技 然后再加上robot 这个突然爬起来 那你要盖一个饭店啊 从硬体到软体 也就是里头要装潢 要让这个很多餐厅 各种装饰的完毕 要招揽进来干什么的 就是至少都要四五年的时间 他根本没有时间 所以他常常一个晚上 要花八百多块钱呢 我住在一个叫 Ritz-Corton的一个hotel 我以为说八百多块钱 应该很好啊 然后还是Suite 他房间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助理一起住 我天哪 这个地毯也是臭的 床也是臭的 这搞什么鬼 所以呢 后来我就住 住到这个Mannoy Oriental 你知道这个被许荆川 说成叫做厄房工的 他其实连 多一个客厅也没有 他就是一进去 长长一条 一张床 柜子也好挤 然后呢 你晚上呢 从床爬起来 要去上厕所 有时候还被椅子撞到 就要摔一跤 那我就特别笨 旁边是勉强 有一张沙发 一个书桌 那我去那里 知道要常住 在MIT曾经毕业的一个 我的好朋友 他就告诉我说 这里的冰箱不够冰 所以你菜呢 很快就会坏掉 所以你要去叫一个冰箱来 还要叫一个microwave 因为你不可能 每天叫room service 每天吃一样东西 你也会发疯 那你有个热水瓶 那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生活了 我刚开始 还没有那么明白 怎么回事 可是他说什么 我就想说 人家是老经验 他在MIT毕业 后来在纽约工作 他在MIT念了一个 urban planning的一个硕士 然后在纽约的时候 他在Citibank给我上班 他常常就要出差 所以很多重要的债券 房地产的债券 都是他们发行的 很优秀的一个女孩 叫做唐文燦 她原来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那我2012年有一次 一个人去旅行 在纽约就搞了一个 微博快闪 他就跑来了 那次很多人 就怕我一个人 微博快闪 所以要在中央公园 哪里见面 就怕我一个人 老太婆站在那里 没有人要理我 就怕我去自杀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了 我就记得那时候 清风也帮我转 然后阿信也帮我转 刘若英每个人都帮我转 因为他们的 粉丝都是上千万的 几千万的人 那他们就很怕 我大概这个 两百多万的 微博粉丝 还不够看 就怕我太孤独寂寞 真是台湾实在是 很有情分的 那结果 就来了一大群人 其中我就认识 这个女孩 那果然他讲的是 完全正确 我本来还不知道 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个人就是 过度乐观 我人生每次倒大 也都是过度乐观 那一次呢 我就刚住进去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问题 因为我已经来过 这里很久 这里有个 然后旁边就是 楼下有个 做头发 所以我要录影的话 就在这里做头发 那我要吃饭呢 有一个叫 瓦干妈妈 然后那个地方呢 有泰国菜 有日本菜 干什么不错 还有好几家 不同的餐厅 其实我也忘记 什么餐厅 我是记得 还有好几个 那其实我说 偶尔去吃 那一次是真的住 你吃一次瓦干妈妈 又比以前难吃 吃一次就快要发疯了 吃第二次也不行 而且他看了一家餐厅 叫做Italy 那是一个supermarket 那那个披萨呢 是现烤的 你可以在旁边点点点 自己自制你的披萨 还可以吃生蚝 吃什么 讲起来都很好听 吃两天就发疯了 真的吃两天就发疯了 然后Boston的菜 旅馆也贵 菜也贵 我吃了三天 就正式宣告我要跳楼 这三天呢 每天都clumb chowder 然后每天那个 就再过来就是lobster 再来就披萨 那你们听起来 都觉得好好吃 我刚好第一天好好吃 第二天还可以 第三天就快要吐了 然后呢 后来我就想到 New England 就是英国人来移民的 以前 Shark刚刚过世的 这位法国前总统 他有一次 在G7会议里头 麦克风没有关掉 然后他很讨厌 那个英国的首相的发言 他就不小心 麦克风就 Q跑出去了 那时候是 Tony Blair 当英国首相的时候 他觉得那个人 滔滔不绝 讲个满嘴废话 就是在坦伊拉克战人的时候 就声音就从麦克风 跑出去 他说连一个cooking 都不会的民族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话 一个烹饪都不会的民族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话 我说对呀 New England 就是都是英国人的移民 难怪东西这么难吃 他们呢 即使我在Mandarin Oriental呢 他们很好的餐厅里头 跟我的表面来 特别来 从New Jersey来照顾我 好得不得了 我就为了要谢谢他 请他去楼下吃牛排 我想说一个人 叫楼下吃牛排 我的天哪 那个牛排 其实是南港轮胎 我的 well that's it 所以我要刚去Boston的时候 有人就给我一个 Restaurant list 就是一个餐厅的一个表格 前面全部都是台菜跟 China Town的菜 我说发神经啊 我到Boston去 我干嘛吃台菜 第一个叫木兰台菜 然后呢 后面都很多China Town的台菜 什么喜利门 好几家的 我想问这个发什么神经啊 我为什么要跑去Boston 去吃China Town 还要去吃台菜 后来才知道 这个Lest是有它的道理 因为其他的菜呢 只是叫你要死不成 要活也活不好 那后来在这个MIT里头 那个Media Lab里头 有一个叫City Science的工作室里头 也有一个台湾 从东港去的留学生 我想第一天 我们跟他在Italy吃饭的时候 他看起来对什么酒都很了解 这个人号称是一个大情圣 不好意思讲上名字了 然后呢 他很会调酒啊 干什么的 他我想这种人 一定很会吃吃喝喝 我就说中秋节 我请你们这些 从台湾来这里的留学生吃饭 那后来有几个大陆来的 同济大学来的学生 也说他们要参与 我就说好 他们都一起来 那我就说 你负责订餐厅 你这种人会吃饭 他们就说 是不是要跟我报告 我说不用 我一旦授权呢 就由你全权处理 他就带我去一个说 美国南方很有特色的菜 那个餐厅长得好漂亮 东西也是难吃死了 原来他找的 那个美国南方的菜 也是英国人移民的 所以只要英国人移民的地方 就没有东西可以吃 好可怕 OK 那他做了每个菜呢 上面有花有青菜 拍起照片来 每个都好漂亮 放到舌头里头 通通都不能吃啊 所以川普的菜呢 就看起来都很不好看 放到舌头里头都很好吃 那个地方是完全相反 这就是我Boston 先讲吃的 待会讲好玩的 我是陈文倩 刚才为什么一开始 谈了Boston之行 谈吃呢 除了我好吃之外 哎 民以食为天 人呢 再需要创意 吃这么差呢 也真的日子不好过 后来呢 Boston呢 MIT就帮我开了一个 Welcome Party 那在MIT跟哈佛 他们很骄傲 他们自己在那个 叫Charles River 就是在Boston这个市中心 跟哈佛 跟MIT的校园中间 就是因为叫Charles River 所以常常有年轻人 那边划船啊 然后帆船的那地方 很漂亮啊 就是一个很大的景色 那MIT自己有一个 他的码头 那于是他们就在 那个码头旁边 帮我办一个 河畔夜色的 Worker Party 这个很Romantic 我告诉你 冷得要死 好冷 到了晚上时候好冷 白天的时候还挺舒服 可是为什么会办晚上 除了大家晚上 才会下班有空 下了课有空之外 因为我不能晒太阳 还是这个问题 那他们叫菜就叫什么 就叫木兰台菜 我说为什么要叫台菜 他说这是所有MIT这些人 全部做的决定 这些人有西班牙人 有希腊人 有南非人 有美国人 有以色列人 他们通通都说要叫木兰台菜 后来我才了解 木兰台菜以前是台人去开的 结果还有了一个火灾之后 就顶给了一个大陆的人来经营 所以我去看这个菜 看起来不太像台菜啊 那他原来叫木兰台菜 所以顶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改这个名字 他只是可能就是 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但我很快问他们说 你们的厨子是哪里来的 他说青岛来的 所以他做某些北方的菜 反正做的好吃 但是那一天呢 光是那个welcome party 很多人都来 是那么爱我吗 我告诉你是爱台菜 里头有炒米粉炒了好多 然后大家通通都在抢菜 可是我就指出 这可能不是台湾人做的 所以后来去打听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好吃的酸菜鱼 因为我们台湾人的菜里头没有酸菜鱼 他做的那么好吃 那么到底 那显然不是我们的菜 那我想这个人一定跟中国大陆的北方 有一点关系 厨子大概是啊 但里头各种菜 包括香肠 他说 This is the best sausage 这是以色列人 你可以想想 以色列的sausage 全世界其实很奇怪 书里头呢 台湾有香肠 然后呢 以色列有sausage 德国也有它的香肠 俄罗斯也有它的香肠 真是难吃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可以把肉搞得那么难吃 那我们的香肠 真是太出色了 我们的 以这个食物来讲 我们应该叫做 全世界文明古国 这样子啊 真是太好吃了 大家都在那个地方 那喝酒啊 干嘛 所有的人通通都来啊 也没有所有的人 来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左右 很多人来 那我就注意到 这个西班牙的男子呢 全身打扮 上面就穿个红鞋子干嘛 那每个人就各有他的特色 好多friend 那很特别的就是 我在那里就碰到了 MIT Tech的主编 MIT科技评论 那MIT的科技评论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起刊杂志 我就告诉他说 我们在文献世界 周报的Facebook里头 我们经常转 MIT Tech里头的文章 他简直是 下来快要掉下来 因为对他来说 他只是在 Cambridge这个地方 然后呢 办一个科技评论 他很希望 这个科技评论 可以影响很多人 但是他觉得 看的人真的很少 他绝对没有想到 一个从东方来的女子 而且是一个老女子 那又不是真的 学科技出身的 突然告诉他说 他有注意到 MIT Tech 而且你们上个礼拜 写的是什么样的文章 你们前一阵子 讲的是什么样 新材料的发明 然后当然跟我记忆力 有点好有关系 我就不断地告诉他 他说 我最近看你们 哪几个article 然后发表了哪些东西 他说 Sissy You're so amazing 他就说 他在全世界 飞过来飞过去 他从来没有找到 一个知音跟我一样 所以你们要尝尝看 各种不同的东西 有的时候 当你在交朋友的时候 人们的感觉完全不同 那在MIT 我在那个Media Lab里头呢 有一个中心 叫做City Science 那我碰到西班牙人 就跟他们讨论 那他们很多人 就是都很出色 有一个女的是从巴斯克来的 那从巴斯克来 我就开始跟他谈 你会支持当地的分离主义吗 那去跟我聊天聊天聊天 那很快的在那里 我交了很多朋友 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我对国际政治的熟悉 使我很快在那里 会交到各种不同的朋友 比如他们在 有一个以色列人 当时以色列之间进行大选 我就问他 请他帮我分析 纳坦亚胡的选情 那很多国际媒体都报道 说纳坦亚胡 宣布要占领约旦和西安 你们以色列人怎么看 他就说他根本就是一个 big liar 他已经上台执政快十多年 你以前为什么不去占领 干嘛要选钱才来宣布占领 这个人就是不断地把以色列 挤右挤右 再挤右 everybody fight about him 这样子 那就是 a lot of people 他就说 he will lose the campaign 在以前 在选举之前 他就告诉我这件事 所以他会输掉他的选举 那我在那个地方碰到西班牙学生 我就跟他说 我们曾经文献事业之后 在你们那个太阳广场里头 采访你们那时候 欧债维基传 他说everybody was there and everybody left 每个人都在那里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 然后他觉得 他们在MRT 不会碰到有人知道 在西班牙 有一个地方叫太阳广场 在欧债维基的时候 一大堆年轻人在那里抗争 然后我就背给他说 你们那时候的事业数字 是多少 44% 年轻人的事业率 那他们就会跟你 很快地交朋友 所以其实你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学校 然后那个学校里头 来自全世界各种不同的人 You build up the relationship by understanding them 就好像有一个人 对你台湾的事情很熟 就很快地可以跟他 他会跟你交信 就很快地交上朋友 然后接着我就注意到 这些人 他们从来不会 只懂得很单一的思考 比如说他们原来都是 很厉害的 CM的科学家 要不然他不会去MIT 但是他们都非常熟悉 不是简单的政治 他们熟悉很复杂的政治 所以他们问我就说 我怎么看很多事情 我就会告诉他说 很多的抗争 其实常常是没有目标的 尤其是Facebook 所串联的抗争 或是Twitter 这种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 所串联的抗争 他并不知道说 他如何达到 他要的目标 因为他并没有好的leader 那他的leader本身 纯粹的就一股热情 他只觉得他要抗议 他要表达他的意见 但是他并不知道 如何领导一个运动 领导的运动本身 是需要念书的 是需要了解历史的 是需要计算 当下的一个环境 如何把你的目标达成 而且你的策略是什么 那你知道对抗的体制 什么时候是他太强壮 你不要跟他硬碰硬 什么时候他脆弱的 你把实力保存下来 然后就是一举歼灭他 或是直接的跟他对抗 然后他们就提到了 他们当时在欧债危机的时候 我就会说 那个时候很多抗争 包括阿拉伯之春 就越抗争的结果 就那个社会就越贫穷 就越垮掉 由于是穷人就更穷 That's right 他们每一个人就开始讲 当时所有的人的共同经验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聊天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感觉到 就说可能一个以色列来的一个科学家 他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出色 不管是在urban planning 还是在computer science 就是不管是都市计划 或者是在电脑科学 那或者是在建筑里头 他都很出色 他一定是要好几个领域里头出色 可是他不会只是如此 他们一定非常了解 很多复杂的 复杂的不是了解政治 也不是说你有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很简单 而是他们相当了解 有一种足够的能力 去解析整个世界的大环境 还有他们自己所了解的 他们自己国家里头 复杂的政治情况 那为什么在MIT里头 他们会很鼓励你 对这些事情要有宏观的角度 因为当你对这个社会 有足够的观察 你才会在乎某些事情 而当你的在乎是真的抓到了问题 而不是鬼叫鬼叫了这种问题 是实质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使命感 而这个使命感 它就会使你会觉得 不只是尖叫 你可以满足 你就会觉得你要改变它 所有的创意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比如说高房价 如果你想要出去抗争 然后针对某一个议题抗争 然后你可以上报 你可以出名 你可以成功 你可以在这些学生里头变成领导者 如果你要的是这个 你不会有任何的发明 因为你要的是你的名声 你要的是你的意见被看见 或是你们的意见被看见 你要的不是 我要解决居住正义这件事 可是呢 如果你在乎的真正是居住正义的话 你就会不断地思考这件事情 由于强烈的使命感 于是这群人就会发明一个机器人 叫做ORI 这个机器人ORI呢 就是可以在很小的不到食品的地方 它可以解决人们生活里头 一对couple 一对年轻男女朋友 或是夫妻 他们所共同需要的大多数的功能 在2020年 它就在IKEA 在东京 还有在香港开卖 那为什么他们会想到 去发明这个ORI呢 因为他们认为年轻人无法负担 在大城市里头高房价 这件事情 It's too ridiculous 太差劲了 可是你光是鬼叫有用吗 它不会有用啊 问题还是不断地来啊 那可是年轻人 必须要在很大的城市 有些像Boston这种大城市 我刚刚讲到房价 像厄房工一样 华青池一样 可是其实房子并不好 但是他房价就是这么高 San Francisco 究竟是一样 可是你想到Google上班 你想在诺华上班 然后你想要做生物科技 你就是得到波士顿 你就是得到九震山去 或者到那一带去 那在那么高的房价里头 年轻人不去那里 他就不会找到好工作 他们就得住到乡下去 然后每天呢 他们的交通时间是如此的长 所以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让 比较年轻的couple 或是年轻的男女朋友 他们可以在很小的地方 付很少的租金 就可以住进去的 就是我刚刚讲了 叫一个robot 一个机器人 那我们把它翻成机器人 是很糟糕 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人 它就是一个柜子 这个柜子呢 可以两张船 你们来一起睡觉 吵架的时候呢 就柜子在中间 你们一边睡一边 一边一过 OK 然后呢 读书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读处嘛 所以这一边一个人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 可以往右全部移 有客人来的时候 往左边全部移 然后那边沙发又出来 所以他本身有太多 不同的功能 然后他可以本身又是衣橱 又是书架 又是床铺 最厉害的 他最受欢迎的是 你床铺呢 只要大致放放 对的位置跟枕头 然后他起来的时候 就自动把它卷好 所以打开的时候 它是好像有人 帮你铺好床 就好多人好喜欢 那在Boston 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 以Ora为主的Airbnb 那在美国内部呢 是被Google 买走了这个 主要的权 专利权 那所以这个 整个发明的动力 来自于 我想发明一个机器人 不是啊 是来自于 我想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我在乎这些年轻人 面临的困境 我真的在乎 I don't need my name to be the politician 我不需要把我的名字 变成政治人物 我不需要因此成名 我也不需要因此上报纸 我也不需要因此变成 Congressman 变成众议员 或者变成参议员 我要的是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看到了 就是说 为什么在MRT的训练里头 他们不会让你成为一个 简单的工程师 简单的科学家 你一定是有强烈的使命感 你才会在某些事情里头 为了要改变 而有了强烈的动力 做出了创意 因此产生了发明 所以它整个教育体系 就是如此 那当然这两个学校 它都很难申请了 马上理工学院跟哈佛 还大概全世界各种不同排名以后 前五名一定有这两个学校 不管今年是Princeton 还是哈佛 不管今年在理工里头是 马上理工学院 还是家族理工学院 反正它在全世界的 所有大学排名以后 前五名一定有这两个学校 那我就在那个地方就发现 如果有能力进这种 Ivy League 进长春的学校 进这两个学校最划得来 因为你在Stanford读书 Stanford也很好 可是Stanford That's Stanford only 你在这个Princeton读书 就在Princeton 它旁边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 可是在MIT的话 你的好处 或是在哈佛的话 好处是什么 这两个学校除了 它的建筑物风格很不同之外 它几乎是没有围墙的 它就是两个campus连在一起 所以我去听几门MIT的课 听一些哈佛的课 老师就会问说 因为第一个礼拜 他们就问说我想知道底下有多少哈佛来的学生 我看了就一半 然后在哈佛很受欢迎的课里头 就是我想知道底下有多少来自于MIT的学生 也有将近一半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能力去念长春的学校 就最好都是念这两个学校 那我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谈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的教育里头 太偏了 就是你懂机械的人就懂机械 那你懂computer的人就只懂computer 所以这两个领域都还不见得集合在一起 那美国不只要求你这些集合在一起 还要求你对整个社会 所有的结构跟大问题 是有足够的关心和了解 那我们的理工学院的人呢 如果了解政治做了解的很肤浅 那如果是人文科学的 其实也蛮肤浅的 那更不要讲说这些人要去懂AI 他们谈起人工智慧的时候 又更肤浅这样 那所以我自己其实看到 我们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危机 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即使我们的学生有能力 进到了马上理工学院进行哈佛 你就会明显看出来 他们跟其他 尤其是以色列所出来的人 其他地区所出来的人 在那个整个background背景知识上 有重大的落差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上个礼拜的时候 在文献理想世界 曾经跟大家分享 我在巴士顿的所见所闻 其中我见到了几个 不要说是在马省理工学院 其实在美国的工程界里头 工程院里头呢 都是地位非常高的 一些重要的科学家 可是他们的态度 第一个非常的谦卑 包括诺贝尔奖的得主 第二个他们的生活 都很简单 像比如说我去了一个叫 Ken Larson Professor Ken Larson 他是非常著名的 以前的建筑师 赚了很多钱 那因为他是建筑师的背景 而且他大学念的是 人类学家 所以他家里就有各种 不同的文化的一些灯啦 桌子啦 椅子 非常professional kitchen 所以他说他太太是 整个Cambridge里头最好的 Chef 最好的主厨 然后他养了一只狗 叫Ana 这样 他们是一定要发音证据 不能叫Anna 因为Anna是他们 来把他们家打扫的人 然后狗叫做Anna Anna非常受到他们的疼爱 那他的房子就在 哈佛大学校长的宿舍的对面 那我就看到出来啊 就看到那个 哈佛大学校长宿舍门口 就有几只火鸡走过来 他就是那些都是野火鸡啊 那他们的生活里头 他们不会整天把他的title 他的财富 他的地位拿出来 当成自己的虚荣的外表 好像都没有 我还访问过1993年 诺贝尔声音奖的得主 他不只是诺贝尔奖得主 他是整个现在 创造Boston奇迹里头 叫Candlesquare 就是那个生物科技中心 叫Candlesquare 他是创造那个中心里头 最重要的人 他创办了一个公司 叫BioGene 他把基因图部找出来 然后跟Big Data 整个研究合起来以后 所以人类现在 有很多标榜药 像费型业的标榜药 都是他们所找出来的 皮肤癌也是如此 可是呢 他说yes I have not some a lot of money but my life is still the same 他的lifes还是一样的 我跟他穿衣服 他整个人吃饭的样子 生活的方式 去他们家里头 家里的摆设 有一定的品味 可是我看他们开车 就开Volvo 就开很普通的车 开Toyota 有的人就天天骑一台 破脚踏车 从他们家里头 骑车子 骑到学校里头去 And this is crazy 他们就会鬼炒 他们绝对不会说 开了Boston 因为自己 在那个地方的发明 他们有时带动了机器人 有的人是带动了生物科技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炒房 没有这回事 没有人做这么丢脸的事情 没有错 他们十几年前 买那里的房子 可能一栋 就是美金六十万 现在涨到了六百万 涨了十倍 那会去买一条街吗 不会 所以其实 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伟大的城市 来自于几个 很了不起的人 所以我就问了 那个叫Fill Sharp 1993年 特别生一奖得主 我就说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 觉得说 你可以抓到人类的基因 然后呢 在对抗那个基因突破里头 找到了肺心癌的药 然后找到了各种 皮肤癌的药 那你有 Candle Square里头 有一栋大楼 就Fill Sharp 就是in memory of the Phil Sharp 当然它还没有往生 但是以它的名字 就在上面 把它的名字 钉在那里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 就是As the God of the City 或是就是在Biogen里头 在这个生物科技里头 简直是生物科技之父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 好像跟神一样厉害 我故意这样问他 因为台湾如果有一点点成就 在国际上有一点成就的人 就非常骄傲 那他如此的谦虚 所以我就刻意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的背景是从 肯达基来的 肯达基来的 他还是那个 肯达基来的人的样子 秃秃的 我秃秃不是贬义的意思 就是形容他的样子 给大家听 因为你们见不到他 他就跟我说 我又不是精神病患 这个满街里头 都是诺贝尔奖得主 我们这个Cambridge里头 随便一撞 你可能街上 转弯一个人 就有一个人是诺贝尔奖得主 我除非是精神病患 我才会觉得自己 很了不起 那他们都很关心 自己的国家 但是都知道 在发言里头 他必须要谨慎 因为一旦牵涉到 不是自己 百分之百的专业 他们只是一个投票者 他不会觉得 我今天在诺贝尔 这个领域里头得了奖 那我就在 任何领域里头 都是专家 然后他也不会想要 guiding学生 对于学的问题的看法 那也不会觉得 我今天是机器人的专家 我是人工智慧的专家 他们就是在 所有的议题里头 都是非常好的倾听者 他们够聪明 去倾听跟他不同领域的人 很特别理解 然后很快就可以verify 很快就可以分辨出来 说这个人意见是太简单 太直接 还是这个人的意见 是经过自己整理 而且有足够的经验 他们会是如此 他不会觉得 我今天在某一个领域里头 很厉害 我就自己讲话 就觉得很厉害 台湾这个现象是很严重的 就是我们 我不是特指哪一个人 因为我讲到诺贝尔 讲特指 大家就会想想想 我也不会 你们就会想到李源哲 他不是唯一的 其实他当明是回来 想要报效台湾的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头 有太多这种人 他可能以前在政治领域里头 他曾经家族 有过很大的牺牲 然后就觉得 他在什么议题里头 他都是真理者 他就是绝对正确的人 他从不listen to the others 他不听别人的 他把所有事情 弄得绝对的不得了 我们在许多领域里头 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他觉得全世界的国际政治 什么东西他都懂 这个情况也很严重 有的时候 因为我到底还是在国际历史 或者国际政治里头 为他略熟一点 但是他已经太骄傲了 讲好口气这样 我就随便他去讲 旁边有几个人忍不住 很想跟他说 后来我们可能大家走了以后 他们说 他们很想跟这个大企业家说 You're totally wrong 因为其实在场好几个 是国际政治方面的专家 反而他是最不是的 可是他不会觉得说 这里头好几个国际政治专家 我来请教你跟川普的关系 你们怎么样分析整个美中贸易协定 干什么的 就是台湾的这方面 一旦你赚了钱 而且我们对钱的 我们把这个金钱的价值看得太重 所以把金钱的价值看得太重 他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里头 渗透渗透到 你说谁洗我们的脑 我告诉你们 被钱洗脑洗得非常严重 一个人只要有钱 赚了大钱 然后变成首富 或是变成哪一个企业里头 最好的领导者 他就像神一样 在台湾的圣坛里头 就高高在上那里 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当然美国没有这回事 谁理你 巴哈菲特 他讲一些股票的事情 我会听听 讲政治谁要听 他怎么可能跨领域 到别的领域里头来 谈国际政治 更是没有人要听他的 你说像Mark Zuckerberg Facebook的创办人 他在social media领域以外 他要谈论任何事情 根本不会有人要理他 那所以这个 台湾的这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太宠 我们太自卑 所以我们对于在国际上 可以得大奖的人 不管他是诺贝尔奖 还是电影得大奖的导演 我们就觉得要碰成 跟什么东西一样 这是不对的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 很多自己得到这样奖的人 也忘记自己是谁 不是每一个人 像侯小贤就很谦虚 李安也非常谦虚 不是每一个人 可是呢 大多数的人 其实都很难避免这种 一方面看到国际里头 很多东西 自己就很自卑 一旦得了国际什么东西 然后回过台来 跟我们底下的人 说话的时刻 就忘了自己是谁 那赚了钱的人 这个部分更严重 那我们为什么 会容许这个现象呢 其实我们整个社会 民众的 我觉得集体 被脑袋里头 被金钱给控制了 所以我刚才告诉各位 没有人在 我认识的几个 杰出的学者 杰出的工程师 杰出的人工智慧的专家 而且他们可能都当到了 美国工程院的院士 同时他们在外面 可能都因为 既赚投资 自己都赚了很多钱 不管是生物科技或什么 他们没有人 在那边炒房的 不过有人在这里 一栋房子 那里一栋房子 没有人做这种事情的 因为这是一个耻辱 没有人做这种事情 虽然他们眼看着 在Cambridge那里的房子 不到几年 涨了十倍 他们会去乱买房子吗 不会有人做这种事情 也不会替小孩买一间 但我们的这种文明 对金钱的那种拥抱 跟价值太强 以至于我们就崇拜了 不该崇拜的人 讲的不该讲的话 这是我觉得 我自己在Boston 所看到的情形 也真的很敬佩 美国文化里头 虽然它是资本主义的重镇 可是它真的没有像台湾 那么资本主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